嗨,我是Liang 歡迎大家來到我的YouTube Channel 上次跟大家做了一個物理治療師大分析 來分析團機 這次就是第二集的物理治療師大分析 就是我們的 之前我也有說過 我自己覺得最影響下半身體態 就一定是屁股 而如果最影響上半身的體態 就一定是肩膀 雖然肩膀不像背肌和空肌那麼大塊 但其實在視覺上肩膀的肌肉是非常突出和明顯的 因為無論在正面、側面和背面 你都會看到肩膀這塊肌肉 所以肩膀對於上半身的體態 是非常明顯和重要的 首先我們再來看看肩膀的解剖學 肩膀的肌肉最主要是三角肌 而三角肌就可以分成三種不同的乳臟肌群 分別就是前三角肌、側三角肌和後三角肌 前三角肌就由我們的 左骨外三分之一開始 而側三角肌則由我們肩膀的上方開始 而後三角肌則由我們肩膀的上方開始 而後三角肌則由我們肩膀的肩膀開始 而這三部分的三角肌 同樣最後都會連接到我們肩膀上的 大概就是我們手臂外側中間的部分 那三角肌的作用很簡單 就是負責動我們的肩膀 前三角肌就是向前動 側三角肌就是打側 後三角肌就是向後 而當三角肌的所有纖維一起活力 最主要的作用就是向外側打開 而三角肌在手臂內旋的情況下 是可以發揮到它最大的作用的 如果女生想過體態變得更優雅和傾氣的話 就應該更加加強側三角肌和後三角肌的訓練 特別是有很多女生有學會的問題 側面看就會有這個原先學會的情況 看起來就很無自信 縮起來了一塊這樣 而當年側三角肌和後三角肌 是可以幫助你們把肩膀打開 令上本身變得更優雅和更有耳質 還有如果你天生肩膀比較窄 或者腰比較粗的話 練好三角肌都會令你整個人看起來更有曲線 那我們首先就說一下側三角肌 側三角肌最簡單的分面動作就是 側平矩 而最經典就是用啞鈴做分面 但用啞鈴其實它的活動範圍是有限制的 並非全部的角度都可以練得到側三角肌 所以我們可以改用 來做側平矩 將高度設置大概在膝蓋上面 所產生出來的阻力就是 最配合側三角肌的軸線 不過缺點就是要單邊的訓練 就比較長時間 之後再說後三角肌 很多人都會忽略後三角肌 因為他在後面自己看不到 而且感覺後三角肌好像得很細舊 練起來好像很雞腩一樣 但如果你一直忽略不去訓練後三角肌的話 除了會令到肩膀肌肉發展不平衡之外 也會影響你的體態 例如會有圓肩的情況 更加會增加肩膀受傷的風險 例如肌腱發炎 脫膠等等 所以練後三角肌是非常之重要的 而通常覺得後三角肌不容易練到的原因 都是因為 腐重太過重 或者動作做得太快 以至改用了其他肌肉做代償 例如會用了 Tricep Trapezius 和回伏肌 訓練後三角肌就可以做一個 苦身的側腳 同樣也可以用啞鈴或者用鍵鍋去做 而且跟側三角肌一樣 用鍵鍋會比啞鈴來得好 因為啞鈴提供的阻力結構不太好 在最低點的時候 肌肉幾乎沒有受到伸展 但當越舉越高的時候 啞鈴提供的阻力就增加了 但肌肉力量在縮斷的位置是最低的 所以啞鈴提供的阻力 和肌肉力量變化的配合不佳 以至用啞鈴訓練的效果比較差 另外我覺得用一些固定器械去訓練也不錯 除了做苦身質舉之外 我們還可以做Facepoo 如果我們想更加針對到後三個肌肉的話 就應該把手指弓向上 然後拉過來的時候 再加上肩關節外旋的動作 這樣就可以最有效刺激到後三個肌肉 最後就是前三個肌肉 其實大部分的推具動作都會用到前三個肌肉 例如用barbell 或者dumbbell做shoulder press 但如果我們用barbell的話 向上舉的時候就要避開我們的下巴和鼻 容易就會不自覺地拱起自己的腰 而且用barbell會較為限制我們關節的活動度 所以我自己就比較喜歡用barbell做shoulder press 因為雙手的角度會比較自由 而且又不用避開自己的腰 但是用barbell做shoulder press 上肩的時候就有一點點技巧 就是先把你的眼睛垂直放在自己的大腿上面 然後就用自己的腳發力把眼睛踢上去 而不是用自己的bicep這樣拉眼睛上去 這樣就會令自己很辛苦和很容易受傷 另外也有一些固定器械可以做到shoulder press 但我自己就發覺很多時候 我唯一教來教去都不太適合 所以我就比較少用 如果想再獨立訓練多些前三個肌的話 就可以做一些前平舉的動作 例如用鋼片 用鍵盤 用啞鈴都可以 但是我都會比較少做這個動作 因為很多時候練空的時候 都會用到很多的前三個肌 例如你練空做push up 或者做shoulder press 其實都已經用到很多的前三個肌 所以基本上不用再刻意針對 去訓練前三個肌的部分 另外就會有些人去做upright roll這個動作 這個是較為複雜的多關節運動 需要很高的肩關節活動度 才可以安全地做到這個動作 如果不是這個動作比較危險 而且很容易令自己受傷 最後還有一個 bonus 就是Arloid press 我之前也有說過Arloid press的好處 就是同時可以訓練前三個肌和側三個肌 因為它一個動作已經結合了 Battle raise和crass的動作 所以是非常之高支出的 其實我自己是很喜歡練肩的 我以前也很怕練肩會練得很橫 好像一個男人一樣 但其實練肩是可以令你整隻手臂的線條 變得更加好看 特別是你穿半身或者側臉的衣服的時候 如果你的肩膀是很窄和很斜的話 那根本就不好看 所以練好肩膀是可以令你整個人的骨架 可以像個三架一樣撐得起這件衣服 如果你想看下去個人更加有自信 不會像整天縮起一塊有圓肩的情況的話 那就快點去練肩膀吧 上半身練肩下半身練團 那我們今次的物理治療師大分析兼博篇就完結了 最後就記得Like這影片 Subscribe我的頻道 還有Follow我的Instagram 那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